一早来自各地的镇头起居一堂 为这次草屯镇城黄爷绕镜活动 增添了许多热闹氛围 即使气温相当炎热 还是不失热闹气氛 而在多位先议员及县长点燃起码炮后 宣布绕镜活动正式开始 很多人 我们这里的民意代表都教委 来向我们上海公来接受 很多人都拜托 清香宿告 在这里参拜 这是一个很好的民属活动 让我们各位超顿顶民 会用一一 受到我们上海公的保庇 和他的顺势 让我们加来平安顺势 在这个截刑的时候 这是我们超顿的大事 也希望借到上海公的新维县 来剖照我们所有国家路 我们超顿大街秀行 我们所有伯父 走在草屯街上 随处可见绕进的阵头队伍 现议员李周中林永宏议员 希望借由陈荒爷巡视地方各角落 能让地方更加平安顺遂 大家都觉得很高兴的心情 很健康的心情 来感恩到我们上海公 对到南岛官民 尤其是对到我们超顿地民 所有的关爱 和支持和加持 让我们每个家庭都平安顺势 每一年我们超顿非得共的成功 来与我们超顿街的要境 保有到我们平安的安灵 在我们超顿地里来说 可以说是信仰的一个重心 针对到成功亚生 来基盘到城隍文化纸 我就是说这个政府有需要来推动 热闹的绕镜队伍绕着镇内各个角落 现议员简军廷 简景前议员 祈求城隍爺保佑在地居民 能够安居热夜 每年在六月十五 第一个传统 都要跟个人家出离外面 出於社會來接受我們超頓庭 家民七里所有的基民 町民和信長來參拜 由我們的紅黨市長 主委 可以說斷領到我們國家 所有的頂頭 所有的信書 都在祈祭一堂來迎接 供祝 成鳳爺的信誕 城隍爺在地方已久 是地方上信仰中心 一年一度的城隍爺繞境 是所有草屯鎮居民最期待的 祈求城隍爺能夠庇佑地方 封條與順 國泰民安 記者李永勝 草屯採訪報導